中小学开学在即 有者因为担心病毒入侵校园 呼吁政府持续实施网课 然而网课可否代替实体课堂 成为主流教学方式 开学以后 师生所掌握的网课技术 政府推出的网课平台 会否就此荒废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 也点出了目前部门 所面对的问题 线上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学模式 很难来替代 它不能够完全替代 面对面实体教学的效果 目前虽然我们是可以 回复了实体的课 但是我想有很多个未知数 我们不知道了 就比如说 COVID 到什么时候 真正的就会成为过去呢 第一 那么意思说 我们真正的可以说 就是一直在上这个实体课 或者不会说 可能建中 又会说一些地方 又有COVID的情况爆发 那个学校呢 又必须要停课 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我觉得说 在准备的这个备课的方面 虽然我刚才说呢 老师渐渐的也上手了 但是呢 到底是不是 每一个老师 都完全的掌握了这个 线上学习的一个方式呢 意思说呢 这个它还一直在提升 那么呢 尤其是以后呢 我想在很多个地方 线上网路比较差的 慢慢的在我们 现在政府在努力地做出了 Gendella等等在推动这个网路啊 的coverage等等等等的 这些就会有所提升 我的意思说呢 即便是有了实体的教学 他们呢 只要老师 现在因为掌握了这个 online的教育 学生们掌握的online learning 那么呢 尤其是我们现在一直在 增加我们的里面的一些 全库啊 那些资料啊 那么呢 老师呢 也可以通过它来教学等等等等 意思说呢 那么现在尤其是 你看这个tvdelete 我们在一直在提升 然后tv本delete看 然后过后呢 就把这些资讯资料呢 全部把它存在这个delima里面 意思说呢 一个学生呢 即便是改天 我们说OK 不久复课了 他还是可以 在他回家的时候呢 他已经掌握了这个技能呢 他可以啊 老师也是 要上去那个delima里面 他要拿任何的资料 你看 他要找的资料 他要学的东西 甚至呢 他跟他的朋友们 大家回家过后 如果有这样的便利呢 老师跟老师们之间的那种 有问题 大家要投认 不管多远 这些都是他带来的 这个好处 我觉得说 我不敢批评 但是我觉得说呢 晚后啊 当这个科技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当以后啊 目前我们都说 最大的问题是说 他的互动比较少 我们说缺少的这个温度等等的呢 一说你掌握了 他肯定会用到 在你需要的特别的情况之下 等等等等的 啊 我想以后呢 可能说他的dependency啊 反而是 应该说是 online的会渐渐的这个增加